大家好 我是發貪 一位玩minecraft出身的愛門青年 圈內的人一般叫我做模型做材質 我將用我個人的經驗告訴大家 為什麼寧願做模型做材質都不願意去搞指令 砌建築 搞伺服器呢 當發貪年輕的時候 心中還是發得斷火 希望可以出人頭地 加上當時也有很多典財的社主 畫大餅工作室的團長 當時最不缺就是時間 我好像這群心懷大志的年輕人 就會很自覺去找工作室 去找項目 去畫得需求感那種什麼什麼的 去成為一個免費的勞動力 當然啦 又不是所有工作室最後都交不齊的功課 再不行 都可以在伺服器做個勞工 都會有一些小小的特權可以給你打橫走 但是當這些項目捲帶走的時候 最後就真的只有刺 雖然說天底下無不散之言跡 人各有所才 靠各部無配合才有作品出 但是做建築做多型都好 都沒有機會收出來給人看 對啦 現在才有結構方法 以前沒有這件事的 寫字領寫幾場都好 又不是說帶走 現在才有分享 以前那年代哪有這支歌地唱的呢 項目發起人分分鐘買走了全檔都沒人知道 但做朋友的包又不同了 自己做完包 丟過去給老闆 自己備份一個室落袋 玩一個項目發起人過河測橋 你怎麼都有一些小小東西在手上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做才一包的理由 當然啦 純粹個人想法 這個世界都不是全部都是壞人 上面說的內容都是一些小小的可能性 大家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可以了 結果就不是一切的 而且是在過程中 你學到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下次再見吧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